台北探索馆一楼入口处的大型互动萤幕上 小朋友化身警察处理车祸或抓小偷 二楼则可以进入犯罪现场 化身人民保姆透过各项激震寻找真凶 或是在互动游戏中帮警察着装及穿戴各式装备 这是由台北市官方传播局和警察局合办的 Super台北Police特展 由于台北市今年在全球424个城市评比中 名列全世界最安全城市第四名 观传局长陈淑辉希望借这项特展 呈现警察不分昼夜守护人民的心情过程 从第一线办案一直到他们如何去取证破案 以及跟整个扮演人民保姆的这一个角色 然后去守护全体的市民 所以台北探索馆在今年的第一炮 就是以Super台北Police的一个特展为主题 馆内也展出不同类型警察的装备与工作内容 还有一化巡逻箱等 市警局期盼透过展览与民众拉近距离 让民众知道遭遇危急时刻 要如何求救保护自己的安全 创造出有温度的警政服务 特展中还展出只有在犯罪影集才看得到的采证工具 像生物机振箱 指纹采集箱及毒品药物出筛检测试剂等 还有2021年成军的无人机队科技侦查工具 仅用无人机 这是生物机振箱 那它是在监视警察 他们可能在犯案现场的时候 会有一些指甲或是皮毛的采集器 像会有一些液体 它可以放在皮肤上面 那就会有一些生物的毛发的吸取记录 指纹采集箱 那它比较特别的话是像会有一些碳粉跟银粉 那就很像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它会用毛刷刷在那个物体上面 那它的指纹就会显现出来 开心的翻转找出八种不同穿戴类型的警察 或者是透过触控萤幕 协助警察完成执行勤务时所需要的各式装备 这些互动游戏装置让小朋友直呼好好玩 警察叔叔或警察阿姨 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时候 他们出来都会准备什么要来保护我们 他会带什么出来 枪 还有什么 头盔 盾牌 盾牌 哪有呢 手牌 除了持续到9月底的SUPER台北波利市特展 台北探索馆方面也与台北市警察局方面合作 规划一场针对幼童的主题闯关体验活动 无偿警察单位的参访导览 以及小志工演习阴冷活动 6月5号起陆续开放线上报名 想要一窥人民保姆工作面纱 体验打击犯罪英雄日常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